夫妻之间有这样那样的摩擦,可以去争吵,冷战,甚至可以各自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,但绝对不要性惩罚,这会非常毁坏你们的感情。 性是对正在热恋或者夫妻来说非常美妙的,是夫妻感情的调味剂,但有时它可以成全你们,也可以毁了你们。 不能因为夫妻发生争吵以后,各自不理睬,有人更喜欢用这个来威胁男人,这样一来二去,两人之间的感情变差。 一,损害双方的感情,用这种做法会非常损害对方的感情,一来二去就对对方没有了兴趣,双方都年轻气盛,若是因为一些矛盾而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,那就跟没结婚没什么两样, 后来就会厌烦家庭,厌烦婚姻,最后不得已可能会走上离婚的道路。 二,身体需要,彼此都还年轻,肯定会有身体需要,若为了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生气而压制自己,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一些机能造成损害。 三,可能出现第三者,夫妻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生气而进行性惩罚,后来可能还会衍生对彼此性冷淡, 最后两人都因为讨厌彼此,都在外面找到新的人,那么这个家庭就真的破裂了。 真正相爱之人,是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分离,何必为了琐碎之事,放弃了夫妻相爱最美的日子。 选择了性惩罚,就是选择放弃了夫妻间最美好的时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